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迷克的支持卡是忽悠舍己铁血救救我 迷克在现在的老鼠中里面不算强 他也是最弱的 但是你说他不能玩是不可能的 迷克的整体实力还是有的 但是你要对他进行一个定位 还有就是埃昆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鬼畜 也比较喜欢梗 大家都知道喜欢一个人就要喜欢他的全部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下次还能使用 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破枪力气已经做的差不多 这时候我们直接藏起来 哎呦又找到一个爆竹 运气不错 直接先藏一下 这时候我正好看到了猫玩家 猫玩家肯定想攻击我 但是以我的身法和走位 他在短时间内肯定是抓不到我的 所以我跑掉了 但是很可惜我的盾没了 他还想追我 那我就喊一声茄子 直接给自己拍照 但是我发现他并没有追我 但是我还要茄子一下 俗话说得好 摄像机在手 天下我有 所以我跑掉了 如果迷克在高台退奶的话 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因为他视野大 不管猫是爬往上来 还是从上面下来 我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跑掉 这时候看到了猫有盾 他第一时间还想攻击我 但是没有办法 我一个茄子直接回身走掉 这时候大表哥再过来干扰一下 破掉一个盾 我们一个罐子直接送走 这个地方有夹子 所以我们不能走 我们换另一条路 直接走就行了 这里有位发现 迷克其实每个位置都能打 但是他只能打一点点 就打个比方 我迷克是个酱油位 但是我已经辅助队友 推完了两块奶酪 这时候我再推第三块奶酪 因为视野大的原因 并且我已经有了表情 所以第一时间我知道猫是在追我的 并且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猫和老鼠 并不是猫和老虎 所以你去拿一个老鼠去打猫 你把它击倒了 只能说你的强度有点高 在动画里面你可能看到 如果一个老鼠不借用外力的情况下 直接击倒了猫 我觉得这个老鼠实在是有点太强了 然后迷克的采访 在打凯特的情况下 可以瞬间叠满五层 因为凯特是有被动的 他被动有几层 我们就可以叠几层素材 但是这个控制技能的缺点也很明显 二段伤害 如果猫的距离比较远的情况下 他是打不中的 个人感觉这个点是要改的 因为他的付出和收益不成争比例 我上去挨了一刀 拿到了增益效果 但是我的技能却打不出来伤害 这就很过分 总结一下 迷克在四排中是可以玩的 不算特别折磨队友 但是还是折磨了一点点 不过问题也并不算特别大 迷克技能也有自己的优势 他也有自己的打法 只要你找到迷克准确的定位 那么这把已经打起来就比较舒服了 暴露被别人买走 但是问题不大 虽然我们并没有完成他 但是他也是一个破墙力气 只要我们轻轻的丢过去 那么这个指护的墙子就会瞬间融化 当我丢过去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情 这猫带的是同胞 听我说 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温暖了四季 不过问题也不大 猫第一时间并没有抓我 所以燕祖 他没了 很多人告诉我 不知道同胞怎么打 其实猫带了同胖暴怒 这也就相当于是一个缩小版的奶酪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用推奶酪 我们只用破墙 那么我们对操作要求更高 对破墙效率要求更高 所以打同胞也是能打的 但是只能打一点点 也就是说你是不能失误的 其实我打老鼠的时候 碰到同胖的概率也是挺高的 最害怕的事情就是 四个队友同时倒地 然后一波炸掉 如果队友没有倒地 队友失误少的情况下 其实猫带不带同胖 问题不大 主要还是看你的操作 只不是猫 相当于是两刀 变成了一刀 如果你输的情况下 你就会直接倒地 并且你的道具还被猫拿走了 并且这手队友来救你 还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这一波打下来 还是不能失误的 这是一个打同胖的诀窍 如果想玩的好 玩的妙 玩的呱呱叫 那么你投掷一定要准 救人一定要稳 但是因为我射击用过了 所以我倒地了 不过问题也 冰红山特别大 墙已经开了 我觉得我可以 我行的我能爬进去 然后就赢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评分 其实我的队友都很强 但是大家看到评分的时候就知道 米可他真的可以玩 但是他只能玩一点点